去美国的时候,刚好遇上新冠疫情,所以其他飞机基本上都取消了,然后我搭到那一班,整个牌座位都是我的,射雕距离做得很好,但这样子价格就很贵,快要五万。 到了那边之后,我有先去当地的旅馆隔离啊,不过他们其实管得很松,我就算不隔离也没关系,应该要直接去他们的宿舍比较省钱。 到了宿舍之后,就可以看到这是我的房间,然后我是住Redondo Village Apartment,所以我们有私人共用一个大烤箱,大厨房。 那边热气球是很盛行的活动,所以你可以看到窗外就是有热气球在那边飘过去。 那因为我住的地方有厨房,所以我就这样去附近的超市买食材回来煮。 大概走十至五分钟就有一间超市,而这是超市都会卖的冷冻大披萨,你就可以直接放进烤箱烤,然后有一些当地的特殊的食材,然后就可以拿来自己煮自己吃。 比较特别的像是各种莓果啊,在圣诞节那边就有蔓越美新鲜的,然后当地比较多是各种辣椒,都可以买来试试看。 不过他们的芒果不太好吃,其他比较特别像各种起司都买得到,然后有很大的南瓜,也有很奇怪的,长得像南瓜但不好吃的东西。 然后寿司啊,这边也有卖,也有卖珍珠奶茶,不过这是我自己泡的。 而这里的宿舍可以养鱼,所以我去买了一只鱼来养。 附近没有什么野狗,但有一些猫咪会在社区附近走来走去。 而校园内,比较特别是有兔子,没有松鼠。 然后很多乌鸦,啊这个是runner,他们的舟鸟很特别,很常见,听说很aggressive,很有攻击性。 那校园内有这个大草皮,我们体育课就在这里上,因为要防疫嘛。 然后附近的建筑物有的自家家里用的很特别,有时候下雪的时候他们会放假,然后就可以去外面兑雪人完全。 其他的设施有些因为疫情关系,像电源就关了,啊这个走路边读书的机器也关了。 所以有些可惜啦。 那这场地方有些比较小的班还是可以在很大的教室上。 然后我们服务老师就搬了很大的教具出来,给你近距离观察。 有些分组高高的你也要戴口罩在户外践行讨论,就为了防疫。 不过还是有去一些地方玩啦,像这是他们的植物园。 他们的公车系统蛮发杂的,然后你去那边只要跟他们要个公车贴纸就可以免费搭。 那去他们的uptown玩,当头不好玩,所以去uptown。 这是我去买东西的超市,他们疫情嘛,所以排队排很长。 然后我跟室友去攀岩。 而且那时候还刚结局完,他们整个选举完很high。 整个街上的车子都在那边按喇,然后大家都在尖叫。 然后回到台湾,就隔离一下吃台湾的隔离餐。